誰歌曲 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桿莎老師 今天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來聽的歌 又是You Asobi 歌 這首歌是動漫我推的孩子的主題曲 IDOL 這首歌其實是在今年4月12日就發布了 也就是距今已經6個月了 目前我在YouTube上已經累積了3.5億的觀看次數了 那這首歌發布之後就登上了各種的排行榜 也破了他們自己各種的紀錄 目前這首歌也是他們自己頻道上觀看次數最多的影片 第二名的歌是怪物 它的觀看次數是3億 但是它是兩年之前發布的 你就會知道IDOL這首歌有多麼多麼的厲害了 直到今天我要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它還在YouTube的熱門音樂排行榜 那麼今天來看的版本是他們在2023電光石火體育館巡迴的現場演唱 雖然說這個版本很有可能有後製過 但是我也看了其他粉絲現場拍的影片 他們現場的功力其實跟今天看到的影片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影片的版本應該還算蠻客觀的 好 先到這邊 好燃喔 好燃好熱血喔 雖然說它前面有點類似口白Rap 其實它這個口白的音高已經念進去這個混聲去了 也就是在高音跟低音中間特別難唱的那個音語了 有沒有 像這一句 其實這邊已經進入女生的混聲區 到了音高C5了 你可以試著跟跟看這一句 有些女生可能會唱不太上去 雖然說它是口白 但其實它也沒有那麼簡單 它這一段有很多 上去的聲音 那如果你對於混聲區 你不太知道怎麼唱的人 基本上你很難唱出像他 這個聲音 你一定會在中間的時候破音 所以這首歌在一開頭的時候 就已經是看似簡單 但實則不簡單的段落了 好 我們來覆盤一下 在它這一段主歌的時候 其實它大部分的音色都是稍微有一點點可愛的 這其實也有受日本的文化影響 再加上這首歌它又是動漫的主題曲 又在講一個日本的IDOL 所以它這個可愛聲就非常貼這個主題曲的形象 比較像是這樣子的聲音 如果大家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比較甜一點點的音色 然後另外你可以在這首歌聽到 節奏是非常快 節奏感覺非常強 每一個字會稍微斷開一點點 就是比較跳一點點 那如果比較不跳呢 就會是 聽起來就很奇怪對吧 所以它這邊也選擇了一個 比較適合的節奏唱法 就這一顆音它有一點小小的不準 這個地方它其實是從胸身區直接跳頭身區的音域 它要在這麼快的時間內這樣子跳音域 然後還能夠唱準 實在是不太容易 但後面它又唱回來唱得很好 就這邊已經進女生渾身區了 這顆音完全不會讓你覺得有緊繃的感覺 所以它渾身區也唱得很好 OK 那我們就進副歌囉 OK 先到這邊 就是大家聽完這個主歌跟副歌之後呢 可能會有種感覺就是 但是這首歌它的旋律也太難了吧 本身就已經很快了 它不只是跨度很大 而且是你一下往上然後又往下 非常非常難唱 這首歌完全就是要考驗一個歌手 它對於音準的控制有多好 OK 它這邊進副歌的時候轉調了 第一句一進來就直接又是大跳了 從A4女生的渾身區 E5 大部分女生可能都唱不太上去的一個音域 最高音到了F5 啊 這首歌寫的好像只有它自己能唱一樣 然後特別講一個地方就是它前面 它是用一個比較短比較跳的一個方式去唱這些旋律 但是它特別在啊啊啊啊就這邊的時候它把它連起來了 就有種轉換一個情緒的感覺 但它又馬上切回跳躍的唱法 OK 它這邊有一個類似我們在練音階的時候 會需要練一些手指的運動 慢慢往下走 但是它又有一個規律 Ready la do so let me so 這首歌真的是 節奏不難 旋律真的是要人命啊 OK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聽囉 來囉 首先我一定要讚賞一下他們的團員 在舞台上他們非常知道自己就是一個表演者 非常的在這個音樂裡面一起帶動氣氛 這個一定要讚賞一下 這個地方呢 主唱的音色突然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可愛的感覺 換了一個比較有厚度的音色 YOU LUSEN NINE 不是YOU LUSEN NINE 就不是這種音色 OK 它這邊口白的部分比剛剛更高了 就是它這邊講到了YOU 其實它可以用這個扎實的音色唱到非常高 OK 那我們就往下聽囉 來囉 這一段副歌其實跟前面一段有點像 但我覺得還是有些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個 它最高音的歌詞是 對於講中文的人來說 IDOL的愛這個是 但其實在唱歌的時候 不管是英文還是日文 中文你所有的愛 都應該要稍微收一點點的嘴角 讓你的愛就稍微 就有一點點A B C的感覺 IDOL 而不會 IDOL 就不覺得 啊好緊繃 就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稍微收一下你的嘴角 或是先練習一下 念IDOL 而不要念IDOL OK 剛剛在唱一唱的時候呢 中間突然有幾個字 比較回到像是講話的感覺 有沒有 有兩個字它比較像是講話的感覺 所以 Ikura對於歌聲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OK 那我們就聽下一段囉 這段它有一個比較安靜下來的段落 這段音符的長度又變得不一樣 它又變得拉得比較長一點 也就是字跟字之間是稍微比較黏一點點的 這段它有一個比較安靜下來的段落 這段音符的長度又變得不一樣 誰かに愛されたことを Night 就這個就拉得比較長 它唱法也有隨著伴奏的情緒不一樣 節奏的掌握也是很好 完全可以依著這段它想要什麼感覺 然後去控制這個音符的長度 OK 那我們就把最後一段聽完囉 好 這段歌的詞播剪製 投稿的 音樂 使用最高的音樂 是 hardly 聽不懂 想要 是 唱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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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的話大家可以自己看過一遍這個影片 真的非常的熱血啊 OK他最後一段這個副歌又轉掉了 有沒有他又轉掉了 他最後一段這邊的副歌呢 又比前面的副歌又再高了半音 他最高音來到了深F5 玩具是非常的高呀 誰唱得了啊 而且還要現場演唱 還有這麼多動作要帶動氣氛這樣子 哇哦 這首歌我剛剛一直沒有說 有一些時候其實會有一些比較更短的一些歌詞 比方說剛剛這個地方 就有這個比較短的音符 他也唱得非常的清楚 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個都稍微唱斷一點點 蠻適合這首歌的氛圍的 OK最後總結一下 油耀壽壁的音樂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感染力 那除此之外 這個主唱Ikura的唱功也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在現場演唱還要帶動氣氛 還有一些動作的狀況下 他的音準還可以唱得這麼準 但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一些粉絲現場拍攝的錄音 他現場演唱其實真的這麼強 那如果用了兩個獨創的分析表 來仔細分析他的聲音的話 其實他的整體音色還可以再稍微練得亮一點點 不是說不亮 只是說還可以再更亮 另外就是他的高音區域 也就是他的渾身區跟頭身區 也可以再練更多紮實的音色 目前他在輕柔的音色 其實已經控制得非常好了 但如果他可以練出再更紮實的音色 或是大家印象中的真音的音色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對於他們的歌曲 有更多可以玩的東西 謝謝